就是庫旁边 那么主要呢 这个会场很有趣 他们是面对南边 也就是面对总统府 那刚刚我们就在问说 为什么要面对南边 他们说这是 王者都是面对南方 所以也是希望面对总统府 带来一个好兆头 那今天在这个整个场面 可以说是坐落在林森北路上面 那面对忠孝东路的方向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 因为这里 其实有这个所谓散岛式的捷运站 所以到目前 其实就算是蔡英文 已经上台在讲话了 可是在现场 还是陆陆续续 有许多的民众 是用走路来的 那只要蔡英文跟台下一起互动 那现场就会出现这种 大家举着粉红色的旗子 一起摇晃的一片旗海 那等于是说 从这个市民大道 到忠孝东路 甚至于再往南延伸 其实目前都占满了人 那么整个林森北路上面 不只是南北上的人延伸 东西上 其实也都占满人了 那值得关注的就是说 在今天的晚会现场 看到了比较多的是一些 年轻人的面孔 那我相信 有所谓的年轻人 或是新面孔的出现 对于这个民进党在挫展 台北市的票源来说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现象 那么刚刚蔡英文在现场 这个演说的时候 也特别因地质疑 他特别呢就提到说 这个马总统在当台北市长的 八年的时候 八年的时间 可以说他的执行力非常的差 包括了这个921时候的东兴大楼 没有重建起来 以及呢 他说诉诸感性 就讲到说 这个台北火车站的街友 感觉上好像越来越多了 那由于哦 这个 非常地观察 因为刚这个 刚蔡英文讲话的重点 我们都听到了 你可以就你作为一个资深记者 这么经常地在跑大选的一个现场 这次的现场 就你的感觉 跟过去几场比起来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你觉得以这样的一个现场 气势来说 蔡英文在台北市 这样的一个选情 到底乐不乐观 我觉得哦 就是以上一次 就是以苏贞昌的选前之夜来说 这次选的场地哦 等于是左右的腹地更大 所以说刚刚其实主持人有宣称说 现场大概有12万人啦 那我对于数字是 不是那么的可以去评量 但是可以感觉得到是 这个场面确实是会比苏贞昌 在五都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 人数要来得多 那这对民主党来说 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现象 不过当然关键就是说 我们刚刚一开始新闻的时候 有提到说 就很怕这个同一组的支持者 等一下招来招去 这次的大部分您所看到的 是不是原本熟悉的脸孔 还是出现了不一样的一个样貌呢 我刚刚就有稍微提到就是说 我刚刚有就是到连线开始之前 有到会场上去绕了一下 就是发现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不错的关系 因为到了现在就是已经不是需要穿大外套的日子 所以说刚刚确实是有一些所谓的年轻的面孔出现 然后他们看到蔡英文来的时候就开始举牌子 包括什么小猪感动天啊 我觉得像这样的画面跟场面呢 确实是要比就是之前看到的人 好像有一些新鲜的面孔 那当然啦就是说固定的这个支持的班底 是一定还在的 好的我们谢谢楚音来自现场的最新观察 您看到这个蔡英文现在持续的来进行演讲当中 如果您不陌生的话 从她选择参加这个民进党党主席的选举以来 一路走到现在 您可以看到台湾一位女性政治人物的蛻变 她成长了非常的多 现在非常的具有大将之风 在几次的辩论会甚至政签发表会当中 有人认为如果就态度来说呢 她是最具一个总统高度的 那么今天在这样的演讲场合当中 她已经全程的掌控了一种所谓的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气势 当然有截然于过去不同选举的一种政治的呈现 比方说是最近怎么会出现什么小猪感动天这样的标语呢 这次的选举也写下了历史这样多不同的一个变化 这次的这个政治选举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最少 所谓的这个种族仇恨等等的状况 所以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这次选举的过程 其实我们应该就像刚刚旭中大哥所讲的 我们是给予高度的肯定的 不过呢 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说 这次真的国民党人也出来这么多 民党人也出来这么多 到底谁的吗 看不出来的 那么胜负会不会只在全台湾十万票之间 如果真的只在十万票之间 选后还有四个月的交接期 怎么样稳定政权 我们稍后有更多的报道 接听你的call in 马上回来